晚上好呀,今天法妈做了巧克力慕斯蛋糕,香甜松软,入口即化 准备好所有食材,在两个无油无水的盆中将鸡蛋、蛋白和蛋黄分离 无油无水的盆中加入牛奶和玉米油,搅拌至乳化状态 加入过扇的低筋面粉可可粉,继续搅拌均匀 接着加入四个蛋黄,日姿型手法搅拌均匀备用 蛋清中挤入几粒柠檬汁,用打蛋器打发 白砂糖分三次加入 最后打发好的蛋白是提起打蛋器成弯钩状态 先取三分之的蛋白和刚刚拌好的巧克力蛋黄糊翻拌均匀 同时烤箱150度上下火预热 把拌好的面糊倒回蛋白中,全部翻拌均匀 把拌好的面糊倒入配有油脂的烤盘中 蛋糕的表面用刮刀罐平整,提起烤盘,轻震几下 震出多余的气泡 烤盘放入烤箱中层,150度上下火烤35分钟左右 烤好以后取出晾凉,用慕斯模具压出两块蛋糕 纯用奶加几粒粒片隔水加热至融化 加入黑巧克力,继续加热至融化 然后放在一边备用 300克淡奶油加25克糖,放入油水的盆中 用打蛋器打发至略微有纹路的状态 加入刚刚拌好的巧克力液,搅拌均匀 用6寸戚风蛋糕的模具 先放入一片蛋糕 倒入一半的巧克力糊 再放上另一片蛋糕 接着倒入剩下的巧克力糊 放入冰箱冷藏4个小时 冷藏好以后,晒上可可粉 脱模巧克力慕斯蛋糕就完成啦